原价89.9,倒手价17元,原价499,倒手价290元,原价349,倒手价149元,这些都是从京东备电库逃的 那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某东仓库发货,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它吃真的还是假的呢? 那这期视频了,告给大家一个直接连接京东仓库的办法 你也可以逃到价格非常低的宝贝 那我就想,他们这些货源倒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他们真的可以直接有关系连接到京东的仓库 直接发出来货吗?带着这个疑问了,我寻找到了答案 那这个答案呢就是,拍拍严选APP 那这个APP是京东旗下二手零售的一个平台 其中包含收售二手电子产品和奢侈品 夺宝岛和京东备见库三大板块 好了,刚才普及的概念是方便大家更好的认识这个平台 但今天给大家讲的主要就是夺宝岛 下面分享一下我使用这款APP的一些经验 那夺宝岛的主要是以这个京拍的模式进行出价 谁出的高,谁得到产品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历史成交价格 看这个产品的价格之前都是在多少价格成交的 这样我们出价的话也更有一个心理预期 当你选到合适的宝贝,可以点击旁边的立即出价 也可以点击自动出价 输入三个自己可以接受的价格 第一个就是减漏价 第二个就是预期心理价 第三个就是可以接受的最高价格 那这个以前只能出一个价格 那是在13号才改版的 这个出来之后了 我感觉比以前抢购的时候更容易些 结合我逃货的经验了 大家在此必须要注意这个货品的出处 一个是京东备建库自营 再一个就是店铺优选 那备建库自营就是京东仓库直接发货 店铺优选那就是京东商城里面那些优质商家进行发货 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都在备选库自营里面 因为店铺优选的产品的价格都比较虚高 好了剩下的时间看一下我从网上选的这几款宝贝 它们的成色都怎么样吧 先给大家开这个 我买的京东的K3的一个键盘吧 天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跟新的是一样的 我买的这个是九成新的 新品的价格的是419元 我在上面买的是295 七六折讨到的这个宝贝 哇这种短轴的机械键盘还是很有感觉的 可以连接苹果和微和那个windows系统 这个还专门赠后这个windows的这个按键 那现在我这上面安装的是苹果的按键 因为我可能用苹果比较多一些 所以说我基本就不用换键帽了 太棒了 线也都是 这都是没有开封的啊 哇跟新的是一样的 nice 这个宝贝淘的非常值 我们再看第二件啊 第二件的话 就是一双价值300块钱的耐克的鞋 是149块钱淘到的 我们也开个箱看看 这跟新的也是一样的 我感觉 他只要可以看一下 这个鞋 就是侧面有一点点有一点点黄 但是整个的话没有问题 这个是五折买到的 这双鞋 盒子可能稍微烂一点点 但是这个不影响 你买的是正品 但是总比买的一些假的抢吧 假的也得买100多 好了我们总结一下 那这个在当下这个疫情下的我们的这个收入啊工作都受一定的影响 大家想节约钱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尤其是买电子产品 因为我买电子产品会比较多 所以说 这真的是一个省钱的一个渠道 而且你不用在在那个闲鱼上了让某些商家个人的韭菜 因为他卖给你之后你可能还会还会挣你一些差价 那你直接可以在上面逃 但是有一点不好的就是 你可能得花费时间去抢这个东西 你得盯着一点 当然还可以可以自动出价 你认为你能出到的价格 你直接出了之后 可能你就直接抢到了 我可能都是直接自动出价 我也不盯着看 反正我能出到最高价 选完之后了 我就把它拍下来了 我也能接受这个价格 我就就把它买掉了 现在这个视频了 希望能帮到你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了 我们下期节目 见